2021年是载入中国娱乐史的一年 这一年娱乐圈丑闻频出 它们不是文艺界 它们是流量界 它们是被包装炒作出来的塑料演员 相应的各色政策法规纷纷出台 这个时候一个身在其中 倍感震撼的小小up 也就是我本人 反而想回头看看 娱乐圈这几十年 有哪些重大转折 有哪些难忘作品 有哪些震撼老瓜 究竟是太阳底下无心事 还是前所未有大变天 欢迎收看21集小型连续视频 中国娱乐20年 第一集 2001 卧虎独奥 穷摇霸屏 台欧出世 月谈新计 千禧年后第一年 大家仍然习惯在春晚的陪伴下 迎接农历新年 卖拐是当年春晚最让人念念不忘的作品 这个小品衍生出的流行语 到今天已然成为了日常短语 一个冷知识 由于这个小品让人联想到了某大法创始人 现场致病的视频 赵本山团队被该大法列入追查黑档案 妈呀笑不活了 上杆子认领 大忽悠 你当大伙面叫我一名干啥 即环珠格格一二之后 情深深雨萌萌开播 穷摇剧三度迎来大爆 那时的穷摇阿姨肯定没有想到 这部年代言情大剧 十几年后会成为网络梗的产出大户 男人 在飞飞去开门呢 开门 睡得久了 雨雪也应孕而生 对于渣男何书桓 我不是天下唯一一个为两个女人动心的男人吗 绿茶如瓶 是因为我好寂寞 你填补了我生活里的空虚 你是我所认识的朋友中 最好的一个人 以及 见渣大师兼舔狗杜飞 能讨论滋滋不倦 不要在那里拉拉小手了 你的大叔去帮一瓶留着吧 我的肩膀在这里 你要打要吹要靠都有你 然而如日中天的赵薇 却在年底卷入了 军奇庄事件 后续更被观众颇奋 事后他多次道歉 就是知识的缺乏 真的是无心的 仍然遭到抵制 金锁出现在了热剧 《少年包青天》的续集里 这一部的包青天 不再是尔康 而是陆毅 这个系列剧的制片反而 真的是一言难尽 第一部 由于大量抄袭 日曼金田一和柯南引发争议 第二部不敢抄了 剧情和热度都随之下降 第三部 哎呀 制片方活出去了 不止抄金田一柯南 还顺手把八云术 侦探学院Q也一并抄了 妥妥的荣耿大师啊 事后制片方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我们在借鉴漫画故事的时候 正是考虑到这部漫画在日本比较成功 而在国内知道的人并不多 我觉得这样的借鉴给观众带来更精彩的故事 张铁林在铁齿铜鸭技小兰里继续演皇上 另一个皇帝专业户张国立则是给他当臣子 内地影视铁三角自此形成 同年在电视市场发力的皇帝专业户不止这两位 第三位皇帝专业户陈道明 带来了9.2分的神剧《康熙王朝》 第四位皇帝专业户陈宝国更牛 9.4分的大宅门直接登顶央视年度收视冠军 环珠格格二号机黄义 凭借一部《上挫花轿嫁对狼声名鹊起》 在环珠的《范宇宙》之外 还有一部引起关注的《爱情片》 《项物项羽又项风》 集结了陈坤 罗海琼 周迅 路易 廖凡 孙红雷 李小冉 这些当红的笑花生 哥今天怕是没有武艺拿不下来 除了《痴痴爱情片》 内地还出了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从头变态到尾的安家和 不知给多少人留下童年阴影 港剧方面这一年有《风神榜》 还有早期穿越题材天花板之作《寻情记》 当大陆港台在经典题材领域 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没有人想到 在台湾一部即将改变 华语影视产业的电视剧 悄然诞生了 它就是偶像剧鼻祖《流星花园》 这部小成本无巨星的电视剧 在全亚洲大火 以此为分水岭 偶像剧登上了中国娱乐的历史舞台 Fs爆火后 童年他们又以各种排列组合 推出了五部偶像剧 简直了 生产队的驴都没他们忙啊 电影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里安的《沃虎藏龙》 在奥斯卡成为首不多的 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 在金像奖更是大杀四方 16项提名获8项大奖 童年参选的《花样年华》 颇有点寄生于何生亮 入围12项提名 不过张曼玉梁朝伟 还是拿下了影帝影后 时至今日 他俩仍然是获金像奖次数最多的影帝影后 其实童年还有两部影史流明的影片 刘烨和胡军主演的同性题材电影《蓝语》 秦海璐的出道作《榴莲飘飘》 不过好在另一个颁奖店里 金马奖在12月开奖 沃虎藏龙和《花样年华》已去年参选 蓝语和《榴莲飘飘》得以在金马奖大放异彩 刘烨和《榴莲飘》 这部电影中的许多情节 都有超强的前瞻性 网站就得拿钱攒 高薪聘几个骂人的枪主 再找几个文化名人当塔子 谁火就灭 网站靠什么呀 靠着点击率 点击率上去了 下肩跟着就 你砸进去了多少钱 加一零直接就卖给下肩了 被今天的网友称为神域演篇 这部电影的背后 是第一批大陆娱乐资本的代表 华谊兄弟 他们即将在未来的20年里 在中国娱乐市场 叫浑水 不是 是发光发热 原本周星辰的少林足球 也是被看好的收割票房大作 但无缘内地 理由也是众说纷纭 有说本片应将少林娱乐化 遭少林方丈 是永信抵制的 有说影片里的黑哨假球情节 遭逐血抵制的 电影总局给出的说法是 未经审核就在香港上映 不符合规定 随便啦 反正挡不住观众 都心也得喜爱啦 这部电影是许多人的童年经典 做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闲鱼有什么分别啊 反正我是做DVD看的 看过的扣个一 除了影视作品卷翻天 这一年也是月迷买专辑 可以买到破产的一年 金曲奖上 杰伦凭借杰伦 拿下了最佳流行演唱专辑奖 后台采访时 却无人问津 你一定也听过这个洗脑包 假的啦 几个月后 他推出了新专辑 范特希 曲目表是这样的事 我给你的爱情的心 欣欣欣欣 我想就这样 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迈克拉内 怕我妈妈 你喝了梅珍的伤疤 我 就算带不了 不让它震荡 教室的就是 光 依旧是 神 把谁用双眼关 你要我说多难看 简直 首首经典 风格还不太穷样的 同年获得金曲奖 最佳新人奖的 新加坡歌手 孙燕子也推出了 新专辑 风筝 而在七个月前 他刚推出了 我要的幸福 再往回到三个月 他的出道专辑 孙燕子首发 也就是说这女人 一年时间出了三张专辑 三十首歌 歌迷去KTV唱得嘴巴起火 都唱不完 此处赴当年金曲奖的 冷知识一枚 最佳新人奖的 所有入位者的专辑名 都包含歌手的名字 同年 亚洲女子天团 SH1出道 光良推出了第一次 第一次我 说爱你这时候 这NV啊 拍得跟电视之路似的 让点歌的人 是又爱又恨 王力宏出了唯一 张婚妹带来了真实 五月天出了 人生海海 陈小春 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 不是我的爱人 陈奕迅 黑歌之王 我已经相信 有些人 我永远不必等 刘若英成全 梁静茜 无条件为你 无条件为你 不顾明天的安稳 纳英 一笑而过 还一笑而过 你爱的他 我 爱的我 NC 他狗棒 蔡依林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这也是她首次与周杰伦合作 这也成为了她事业的重大转折点 流行花园的三首原声也随聚大爆 在娱乐事件方面 除了军奇庄 那一年还发生了两个大新闻 曾志伟 在夜店嗨到深夜 出门后被大喊暴打 宋远逢了二十多针 随后 荣祖儿和英皇的老板杨寿成 竟然被带入警局问话 结合此前一名香港主持人 梁思浩嘴玩荣祖儿后被暴揍 坊间传闻 曾志伟被揍 也跟背后说荣祖儿的坏话有关 后来这个案子无疾而终 厦门远华案出现了两位匿名歌星 由于杨玉莹和赖昌星的儿子曾交往过 被认为是涉案明星之一 随后杨玉莹直接上鲁玉有约 当面回应传闻 但是今天我能在这 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觉得也是很需要勇气的 相比起现在的艺人出事 要不就是工作室发文 律师发文 甚至朋友发声应援会发文 以前的明星亲自公开回应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真的是太实在了 新世纪的第一年 影视音乐蓬勃发展 好作品层出不穷 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 中国娱乐将迎来崭新时代 然而真的如此吗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 网络一线千相逢既是圆 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感谢观看